1947年之前 叫做中国国民党党军 所有的国保 我刚刚所提到的 在大陆的南迁西夷 过程当中 没有被拒为己有 没有受到任何的破坏 是中国国民党党军 所保护的 人家押标有押标费 保标有保标费 中国国民党 有没有跟故宫要过一毛钱 有没有把你的标丢掉 有没有破坏过这个标 有没有拒为己有 院长有没有 如果在过去22年 到来到台湾民国37年中间 只要共国国民党 有任何一点私信 蒋介石有任何一点私信 他可以跟任何军阀一样 全部拒为己有 我们没有这样做 难道这个对故宫没有贡献吗 院长有没有贡献 主席本会同仁 还有两位部长 还有院长大家好 在还没有请部长跟院长 上海打云之前 我首先表达 我对于白色恐怖时期 因为不当审判 失去自由 甚至丧失生命的政治前辈 跟家属表示深深的遗憾 跟道歉 因为这是永难 贫富的伤痛 所以继续追求历史的真相 贫富司法的不公 我想这次不分党派 大家都应该追求的一个正义目标 但是我对于这次促转条例 它的通过 只是锁定民国34年到81年的一个断代史 我是非常不满意 因为在34年之前 还有未安妇的问题 还有原住民被日本人杀害的事情 原住民被抢拉做军妇的事情 在81年之后 还有土地正义的问题 环境正义的问题 劳工正义的问题 新移民的问题甚至包括新移共的问题 全部被民进党忽略 所以这样的转型正义 我认为是不足够的 希望民进党也能够深刻反省 如果真正要转型正义 要成功 就要全盘转型 而且真的要做到还原历史正义 并促进社会的和解 所以我先请文化部长 因为就像如同我们委员所讲的 文化部在整个促进转型正义过程当中 是重中之重 那我想今天为什么请部长来的原因是 因为它不是只是单纯一个促转条例的问题 它涉及到一个史观 涉及到一个历史诠释权 话语权的问题 如果你今天只是一个民进党的立法委员 我不会问下面这个问题 但你今天是文化部的部长 是国家的部长 你要用公正操然 有历史的高度来回答我的问题 我知道在你的心目当中 你对于两位蒋总统 没有任何的好印象 但身为文化部长 你可不可以讲述三件 你认为两位蒋总统 对台湾做对有利的事情 三件 两位蒋总统 对台湾有贡献有利的事情 报告委员 这个问题我觉得 我从身为文化部长 其实并不是很适合回答这样的问题 不是我特别强调要还原历史真相 委员我们所谈的还原历史真相 是本部主管了国家人权博物馆 我想这个筹备了六年 在这个国家人权博物馆里面 有大量人权受害的历史 所以我们优先要还原的是 人权受害的历史 而至于对威权统治者的追思 我想我们从小到大受的教育 已经相当多了 应该不需要我文化部长在这边 再来重新教育大家 你认为哪三件对台湾有贡献 要求不多 只有三件 委员 你如果今天部长 你要要求双方对立面 能够坐下来好好谈 部长连两位蒋总统 连肯定三件事都做不到 不是做不到 委员不是做不到 是因为 我们在还原历史实际上并不是在处理功过病程的问题 不是在还原功过 我们也不是文化部也不适合来提出一个功过的报告 我们在做的是在促进转移正义整体工作当中 来透过人权博物馆史料的典藏研究 来协助还原人权受害的历史真相 那我就请回好不好 这个 部长在一开始回答我的这个问题 就没办法得到满意答复的时候 我觉得 你说不能功过病程 就表示只有单方面解释 就很遗憾 那接着我请教育部长 同样的问题 来潘部长 因为你要教育我们的年轻的孩子 那两位蒋总统是不是真的只有万乐之首 十二不赦 对台湾没有任何贡献吗 部长 三线就好 不用多 也不用客套 我想 刚才 郑部长大概也跟赵伟这边做一个报告了 那么对于 对于个别 相关的人员的事迹 为什么如果以促转条例 需要有促转会的 这样的一个机制 也正式 包含之前我对外说明 依法做事切的延伤处理 也正式要考虑到 部长你也没办法回答吗 我要跟赵伟报告 不是 三件事情 你如果不能回答就请回 我也不会要求 部长可不可以回答 是 没有我刚才就以上跟委员报告 那部长你也请回 让我非常遗憾 就是民进党的所谓的促转正义条例 是我最担心的 就是断代史 片面史 只有单方面的权势 不能真正还原历史真相 那更不用谈到 促进社会的和解 所以最后要请故宫院长来的原因 就是要来谈 谁的故宫 我请林院长 院长 既然两位部长都不愿意谈 蒋介石 或是蒋经国总统 对于台湾的贡献 我就从故宫切入 部长这两本书 故宫愿使刘真 跟百年回谋 故宫出的书 里面没有任何错误吧 是有经过大家审阅 好的 那接着我们就看第一页 谁的故宫 这个上面 故宫博物院在北平的神武门上面 写的故宫博物院 是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 李玉莹亲手所写的 他是负责亲事善后委员会的委员长 他就是主导把溥仪请出 故宫的那一位重要的人士 是中国国民党的中央监察委员 第二张照片 这是故宫发行的周刊 这是创刊号 上面第一页就放着孙中山 国父的总理遗嘱 表示跟中国国民党的关系 非常非常的深厚 再下一页 这是民国22年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政治会议 第377号所开的会议 在民国22年10月4号开的 他里面确立了 故宫博物院的组织定位 让他跟中央图书馆 跟中央研究院 有所区隔 在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所开的会议 再往下一张 这是故宫 在民国22年开始为了躲避 这个中日战争的战火 南迁 西宜 最后来到了台湾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还特别要提一点是 在民国18年的时候 蒋介石总统 当时是中国国民党 驻北平总司令 他去看了故宫之后 觉得故宫残破不休 所以第一笔 给故宫修复的捐款 是蒋介石拨款了4万元 做修整的经费 之后 很多各国公司和外宾 也因为蒋介石捐了这一笔钱 当时是中国国民党 驻北平的总司令 蒋介石捐的钱修复了故宫 所以才有后面 很多各国公司 捐的钱修复了故宫 好 这就是蒋介石 对修复故宫 所做的贡献之外 就是很重要的 我要谈到这一个地图 也是来自于故宫 你们自己的地图 故宫国宝 不是一下就来到台湾 在中日战火期间 曾经南迁西宜 最后来到台湾 您知道在1947年之前 有没有国军 我原提的是 这个国民 我知道您不是研究国军史 我就简单告诉你了 中华民国国军是1947年成立的 1947年之前 叫做中国国民党党军 所有的国宝 我刚刚所提到的 在大陆的南迁西宜 过程当中 没有被据为己有 没有受到任何的破坏 是中国国民党党军 所保护的 人家押标有押标费 保标有保标费 中国国民党 有没有跟故宫要过一毛钱 有没有把你的标丢掉 有没有破坏过这个标 有没有聚为己有 院长有没有 如果在过去22年 到来到台湾民国 37年中间 只要国民党有任何一点私心 蒋介石有任何一点私心 他可以跟任何军阀一样 全部据为己有 我们没有这样做 难道这个对故宫没有贡献吗 院长有没有贡献 这一部分的贡献 因为其实的话 就以艺术史或社会学 当然会有不同的观点 这哪有什么不同的观点 来讲的话 当然就以故宫这些文物的保护 是有贡献 谢谢 你这句话我就很谢谢了 对故宫的保护是有帮助的 是有贡献的 所以你再看下一个公文 是在民国37年 12月31号 已经战局非常吃紧了 当时教育部次长 杭力武请求蒋中正协助 要派军舰把国宝运到来台湾 蒋总统在37年 12月31号这份公文 证明了请我们的海军 协助把国宝运来台湾 如果过程当中有任何的私心 这船子要转向 这国宝就不会来到台湾 今天就没有故宫的国宝 也没有院长 你这个位置可以坐 蒋介石在这过宫上面 是没有任何私心的 你再看下一张照片 他也非常关心故宫 轮到台湾以后 不是直接来到外双溪 先迁到雾峰的北沟 当时蒋介石总统还特别去看 就是希望这些文物不要被破坏 以当时他在台湾的领导的力量 即使有些人对他很多不满意 确实实施戒严是有很多不满意 也有很多不当的审判 也有很多人丧失了生命 失去自由 但是在故宫国宝这块上面 你看得出来 他是非常珍惜的 也因为这样他看到 北沟所欠缺的地方 所以在民国55年 完成了外双溪 故宫的建设 你看当时的施工情形 看下一张照片 这是当时在设立的情况 我要跟院长讲的 如果照你这样讲的话 你说有关第五条 清除威权象征及保存不义遗旨 本院查有先总统讲 中正一项一座 至于图书馆 文献大楼二楼入口处 你们准备要办理 因为他是不义 可是看起来他对故宫 他是有意的 那你是不是应该把他留在故宫 这来就还原历史真相不是吗 你怎么可以跟着别人一起走 我说功过 当然就要并程 我对民进党处争条例不能够理解的原因 也不能够接受的原因是 他只谈过 不谈功 难道当时的古林同在印 823炮战 东西恒外公路 包括高速公路 机场 包括国民所得的提升 难道是民进党你们执政这几年 台湾就蓬勃起飞吗 不是的 这是大家努力的结果 有好的台湾人民 但是也有一个好的政府的领导方向 有过就要继续追查 这一点我不否认 但是不能够把人家打成完全一无是处 所以今天我为什么要从故宫切入 院长你要讲句公道话 可以吗 这一部分我讲的话 就是说故宫它是蛮特殊的 当时的一个历史或政治发展 那来到台湾 那当然这一部分 我们一直觉得说 它是在整体保护文物方面是有贡献 那我们也是希望说 故宫这样一个特殊的一个状况 我们希望说将来再促进社会 整个转型正义或未来的一个社会和解方面 故宫是可以开放出来 作为我们对话的一个管道 甚至的话在整体人权教育方面的一个场域 所以的话我想我还是尊重委员 在这方面的一个说明 你讲这句话 我就觉得你比前面两位部长的高度够 真正要谈促进转型正义 要选的地点 选故宫来对谈 是最好的一个地点 我不主张放在中正经典殿堂 因为要主张猜的人 跟主张保护的人是无法在这边对话 但在这边是没有历史的任何的感觉 但是你摆在故宫 就可以知道当时蒋介石真的叫旗介如实 没有把故宫据为己有 没有破坏 这是他对于台湾的功 对于文户的守护 需要被肯定的 但是他对于在其他人权上面 可能造成的一些伤害 这一些都应该在这里功过病程 所以我赞成部长您所讲的 院长您所讲的 把故宫列为真正促进转型正义的一个对话单位 这一点最起码在今天三个部位首长里面 我给你最高顾的肯定 也希望民进党 真正要做到促进转型正义 一定要除了贫富司法不公之外 要还原历史真相 并促进社会和解 如果功过不能并成 社会没有和解的可能 只有政治大风暴更大的开始 我不希望台湾社会被撕裂 所以我赞成放在故宫 做不同对话的人 在这里寻求共识 以上谢谢 好谢谢陈学胜招伟 谢谢院长 接下来是 我只要拿过来 咱里边 咱里aa 咱里边